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放酵母 平平的一勺 盖上保鲜膜,请发二倍大 大家好,我是菠萝橙子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披萨 刚才用严实摄影已经拍了这个 怎么发面 这个发面我妈给我发的 这发的有点过了 你们要加设备 然后要做什么披萨呢 披萨众所周知就是个打姆囊 你想放什么都行 我们放意大利人会震惊的菠萝 可以做成夏威夷披萨 夏威夷披萨一般就是 可以有番茄酱 可以有培根 可以有菠萝 然后可以来一点鸡肉 这鸡腿肉还跟这儿跨着呢 当然鸡腿肉都不能用鸡皮了 这是一个 然后可以点准一点橄榄 然后可以点准一点墨西哥辣椒 Halapeño 就是所谓墨西哥辣椒 然后还可以做一个水果披萨 就是纯菠萝的 菠萝加西红柿的 然后酸的味加甜味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样的组合 也可以再加一点培根 然后这样还有点咸味 对吧 因为我妈不吃奶酪 所以就做一个没有奶酪的 然后其实你这发面的时候呢 之前做的时候也没放盐 应该放一点盐 但是我们这准备减少盐的摄入 所以就不吃盐了 好 然后还可以做一个经典的 叫做玛格丽特披萨 就是红白绿三色 我本来还想就是说拿这个 说你看这意大利国旗 就得看这德国产的 这德国的 Germany Dairy Brand 找个意大利国旗 有没有 这丹麦 这是丹麦的 没意大利的 油的 西班牙的 就是没意大利的 好吧 没意大利就没意大利的 对 然后你要是觉得不想吃肉 或者是想吃一下比较正宗的 意大利披萨 就这三样 烤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讲究 烤的时候其实要四五百度的炉子 但是你家里肯定不会有 所以的话 你就让它离上火和下火近一些就可以了 最后呢 它会有一个脆边 这个脆边 你肯定是做不出来 烤不焦 这个就要烤焦才好看也好吃 就可以使用喷枪 喷枪 现在喷枪都很简单的 电子打火 下边这一拧 再一拧 关了 非常方便 好的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配料吧 对了 有一点忘说了 就是根据上一次做披萨经验 就是 既然咱们这个不是一个石炉的底 也不是砖炉的底 你下面要烤脆 有点费劲 但是上次我做 有一半是肠的披萨 但它底下都特别成功 为什么呀 看这种类似于salami的茶 这其实是trezo 西班牙辣薰茶 这种的茶里边带有很多的肥肉 所以你做的时候 它那个肥油会留到下边 就把这个饼煎了一下 那你纯素的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弄点橄榄油 在那个烤的饼皮的底里边 给它放一点 搞定了 抹上那个底就行了 鸡腿打算怎么吃 鸡腿做夏威夷披萨 OK 神奇的一晃之间 我这没法看的刀工做好了鸡腿肉 给它切成小丁 用了两个鸡腿 然后放了一些胡椒和盐 稍微抓一下 鸡肉处理完了以后 一个要洗手 因为可能会有上门市菌感染 污染 不是感染 然后这也冲一下稍微 这是生案板 所以稍微洗一下就行了 蘑菇都洗完了 然后这样顺着这两边切 然后中间直接就放这 就这么大块 切成三把或者四把都是可以的 切的大块的话就口感会比较好 有嚼头太薄的话我不太喜欢 蘑菇准备好了 然后培根也给它弄成方块 我觉得这就准备的差不多了 肉有了 然后蘑菇有了 西红柿酱有了 这个西红柿酱用的是 tomato puree 是番茄糊 里边应该是没盐的 就菠萝切的有点厚 但是既然是烤的嘛 我觉得无所谓吧 巨厚的披萨 什么巨厚的菠萝 巨厚的菠萝 然后切成四分之一的块 但是有几块也太厚了 我认怂了 我还是中间切一刀吧 这太厚了这也 得嘞 菠萝也搞定了 OK现在就是重点了 你看这发的这个面 真叫一个好 哎呀 然后呢这肯定对半分嘛 这里边都已经感觉到有 有温度了 因为发酵的话会产生热量 这发过了 有点是吧 这已经不是面团了 这都可以直接 炸油条了吧 为什么要用发面呢 是因为烤的时候 它要有一些气泡组织 你不发面的话是纯死面的 这次有点 等的时间太长了 因为要架设备 所以 我觉得它可能会不太好吃 我们看着来吧 对吧 咱们这反正也不是一个什么美食教学的一个节目 太干熟了 哎一码呀 面筋都出来了 其实按理到现在的话 它就不需要怎么揉了 它只需要摊在那个披萨盘上 然后一摊就行了 但是刚才那块也太难以处理了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考虑揉两下让它再醒一下 至少得把手上的这些面弄下来吧 凡事还是第一次做的好 今天可能屋里边温度比较高 你看这个 上一次做的时候就是发到差不多好了 我就直接拿出来 然后两个一分 然后就得了 这个怎么弄啊 OK 拯救了一下 然后准备让它我们揉一揉把面筋揉出来 然后让它再稍微再醒一醒 我怎么都觉得这是三个的量 真的 这真的是三个的量 怎么办 做三个量吧 做三个吧 OK 经过我的补救 从两个的量 比补救成三个的量 没事 我就找到了一个烤盘 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个做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哎呀 妈 这怎么又粘了 凑着 还算可以接受 这不用特别的什么好看什么的 没什么事 然后我是看了YouTube上一个视频 然后告诉你怎么弄 这里边已经有 气泡了 然后呢 事上要做的呢 就是拿出你的手 拿出你的手 这样 给它往这边往一边擀 把这个所谓有气泡的地方 给它擀出来 就是一个饼皮 看这个感觉 这可以做的稍微薄一些 也别稍微薄一些 最好相当薄 相当薄的话 它里边就不会太厚 否则你做出来就是美式 不是意式的一种薄底的披萨 烤盘上边上次的经验是 如果你做全素的话 上面弄一些油 这样的话底比较脆 那咱们就来一点油 它这个不整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就有关系了 可能太薄了 然后给它弄到成这样了 这可能这蘸油的地方 也没事 这个漏一点也无伤大雅 然后就是拿上你的这个番茄酱 说实叫番茄酱 不要用catch up 要用tomato puree 这不能是咸的 这就是纯的新鲜的打碎的番茄的味 然后给它来上一点 最后就是显专业的时候了 饭 不够 拿勺子给它摊开 摊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它够不够了 差不多 就这样 既然这个是我妈要吃的那个 纯的这个素的 是吧 那就把这个 菠萝都给它放上去 上面可以来一点点胡椒 增加一点的味道的对比度 你要喜欢放盐可以放盐 它不太怎么吃盐 所以我都不给它放盐了 然后 橄榄油 稍微就是这么淋上这么几条 这个就OK了 下次记住了吗 饧的时候上面要撒点 撒点干面 否则的话就是 地狱一样 反正我踩了这坑了你就不用踩了 总之是发面别太发过 好吧 然后这样 好的 看看这个 OK 这笔盘大 然后来一点干燃油 你要这次就刚刚好对吧 这个是有奶酪的 我们先把这个打底的这个番茄酱放上去 然后我是需要有一些盐的 差不多 红的这海盐不是特别咸 那点基本上也没什么味 记住了吗 别甩 甩的话就是这个结果 好 我们这次做这个带菠萝的夏威夷披萨 那就是肉加菠萝 对吧 然后点缀一点蘑菇 咱们这次可都是一个豪华的夏威夷披萨 然后上边 胡椒 因为我爱吃胡椒 所以我要多来一点 随后是橄榄油 好的 这又是一个 最后这个不是特别大 这个盘太小了 OK 上面再来一点 其实这个可以不用抹油 因为这个是一个纯肉的 说是纯肉也不能完全纯肉 行吧 就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些肠可以来一点放这里边 对吧 然后不要忘记的就是这次得有奶酪了 这个算是一个芝士满满 然后肉又特别多的 一个披萨 这个用了奶酪了 马苏里拉奶酪是咸的 所以 而这个肠也是咸的 这是持一走是腊熏肠 西班牙的腊熏肠 也是咸的 所以这个的还有培根也是咸的 这个就不要放盐了 然后想放一点胡椒 但是这个就不要放橄榄油了 我觉得 这上面全都是油了 对吧 这有肥肉有油 这个本身就挺油的 然后这个肠也挺油的 然后我们这个橄榄 橄榄应该放到那个夏威夷那个版本吃 人家都是橄榄片 咱们是整橄榄吧 我那橄榄片那个那罐头给坏了 墨西哥辣椒 非常豪华的一个披萨 行了 那这次这个罗勒看来使不上了吧 对吧 那罗勒就不使了 我觉得这次没做玛格丽特的话就别使罗勒了 对吧 好 嘿嘿 交換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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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哎呦 烫 哇 這菠蘿 哎呦 燙了燙燙燙 先給直播的看 然後再給你們看 那我就開吃了 它這餅皮兒抹了橄欖油正確的 菠蘿汁水超多 雞肉的嫩度恰到好處 還有蘑菇 橄欖 橄欖 嗯 太爽了 餅底也是超脆 剛剛那會兒 黃黃黃給它壓得特別實 太正確了 否則的話 餅肯定就是 會厚很多 不過我這也是留給我媽媽的 就先不動了 待會兒我們那還有一個全肉的 全肉的裏面有芝士 這個夏威夷的裏面沒放芝士 本來我還想要不要是噴槍給它 先下邊 喝了飯也不用 嗯 給這個特許機會看一下里邊的樣子 這邊也看一看 當然了還有你們也看一看 橄欖太爽了 腿包也超脆 哇 生蒜一兩種生出來 等全肉那個出來 然後再吃一會兒 做的太好吃了 真的 先緊著你們吃 然後你們也看看 然後你們也看看 哇 嘿嘿 嗯 吃味道香糖 嗯 全是肉 幸福也沒放鹽 這要放鹽才就沒法吃了 因為香糖配分 墨烤的辣椒都是鹹的 哇 太爽了 哇 太爽了 哇這拉串 這時間太成功了 我正在直播 我要跟直播的觀眾 便料便吃了 拍攝的視頻聽到這裡 可以 烤多長時間呢 15到20分鐘 想讓邊脆一點 或者上面糊一點 就靠上 想讓底脆一點 就靠下 中間也可以換一下 交換 那好 廢話不多說了 就太爽了 我趕緊去吃了 視頻的觀眾們 拜拜